程先生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他做的是外贸生意 如今生意做得非常大 在业内也很有名气 但是 在他刚刚创业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不顺利的 经历过许多磨难和波折 25年前 程先生的外贸公司刚成立不久 业务开展得很不顺利 生意很不稳定 有的时候 有生意做 能接到一些外贸订单 但是 很多时候 是没有生意做的 很久都接不到订单 有的时候呢 就算有接到订单 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工厂加工生产 他去洽谈的那些工厂 有的工厂太忙 没时间接程先生的订单 而有的工厂 口碑不好 做出来的东西 质量不过关 与客户的要求 相差很远 还有的工厂不能按时交货等等问题 同时能接到好的订单 又能找到合适的工厂 那完全是靠运气 但那时候 程先生有好运气的时候 实在太少了 运气 虽说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但是 改变命运的重大机会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 至少都会遇到一 两次 后来 程先生就遇到了一次 而且 他敏感地抓住了那次机会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天 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个订单给他 程先生接到订单后 非常开心 他决定立马出门 去一家工厂洽谈 加工生产产品的细节 他当然是非常重视这次合作的 于是 他来到写字楼的卫生间 整理自己的仪表 他首先来到镜子前 照了下镜子 猛然间 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面色灰暗 甚至是黑暗 他有些吃惊 更多的是不安 便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脸怎么有点黑啊 这时 正在洗手间 打扫卫生的魏大爷 接了他的话 对他说道 老板 您的脸上 今天确实有点黑气 以前 您可是红光满面的 您今天出门 一定要多小心注意啊 程先生听魏大爷这么一说 更加的不安又着急了 他慌不择路地问魏大爷 那怎么办啊 我应该怎样注意 如何避免呢 魏大爷说 我也不知道 您接下来 会碰到什么事啊 但是 年轻的时候 我听我们村子里 一个有文化的老人讲过 如果一个人的脸上 有黑气 或者脸色不好看的时候 就要特别地注意 最好是少出门 如果一定要出门 那就要认真 仔细地洗脸 把脸洗干净 还要用手搓脸 如果有条件 就用雪花膏磨脸 那个年代 雪花膏是奢侈品 把黑气遮挡一下 因为 一个人的脸上 突然出现不好的气色 那是上天给他的标志 他在出门的时候 会有我们人类 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看到这个标志 然后 他们会对这个人 做一些不好的事 比如 让他不顺利 让他倒霉 出事故等等 所以啊 程老板 你要把你不好的标志 给隐藏起来啊 迷惑对你不利的东西 须及避凶 让另一个空间的人 看不到你不好的标志 他们就不会搭上你 对你做出不好的事情 程先生认真的听完了 魏大爷说的话后 更加惶恐不安了 他连忙问魏大爷 是真的吗 雪花膏怎么遮挡啊 我可从来没用过那东西啊 魏大爷接着说道 我女儿在一家照相馆工作 是专门给新人化妆的 要不 我叫她过来 给您化下妆 遮挡一下黑气 可能会有一些好的效果 程先生听说 要找人来给她化妆 当然是很意外 又有些不愿意了 他说道 我一个大姥爷们的 化妆出门 有点不像样子吧 魏大爷说 不是给您化大妆 只是简单的遮盖一下黑气啊 程先生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订单了 这一次的合作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他想做到万无一失 便答应道 那就让他来吧 魏小姐很快就来到了 程先生的写字楼 他化妆经验丰富 他先是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程先生的面部 然后给程先生的脸上涂了乳液 接着 用雪花膏均匀地涂抹在程先生的脸上 最后 又着重在脸上有黑暗的部位 多涂抹了几遍 十多分钟后 妆终于完全化好了 经过这一番操作后 程先生看起来 气色好了不少 脸上好看了许多 但是 却并不是特别显眼 外人看上去 不会觉得程先生是有化过妆的 但那黑气 却被遮盖住了许多 魏小姐的化妆技术真是了得 程先生因为化妆 而晚出门了十多分钟 但是 也许就是这十分钟 让程先生躲避过了一个灾祸 程先生化好妆后 便急匆匆地出去坐电梯下楼 他刚出电梯 就迎面碰到了 他的一个好朋友 好先生 好先生看见 程先生匆匆忙忙的样子 便问他 哥们 你这是要干嘛去呀 这么着急呢 程先生赶紧说道 我要去某某厂子 下个外贸订单 已经迟到了十多分钟了 不聊了 我要走了啊 说完 程先生又急匆匆地往外面走 哪知道 好先生一把抓住了他 对他说道 哥们 你可千万不能去这家工厂啊 我一个亲戚就在这个工厂工作过 他昨天刚刚辞职呢 他告诉我说 这个工厂的内部出了很多问题 现在已经是负债累累了 这个工厂 在生产客户的产品时 经常延期很长时间 在交货上 还经常违约啊 程先生听了后 不禁当场愣住了 程先生与好先生 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他非常相信好先生 他停了下来 冷静下来后 认真想了想 便决定不去这家工厂谈合作了 而是另外找了一家工厂合作 果然 十天之后 这家工厂的老板 卷款逃跑了 很多公司交了订金 货款给他 而没有等到他工厂 生产出来的产品 程先生知道这个消息后 感到非常庆幸 当初听信了好先生的话 而没有去这家工厂找他合作 否则 他会亏很多钱啊 此后 程先生就非常相信 魏大爷所说的了 开始非常注重自己的面色 后来 他索性把小魏姑娘 招聘到了他的公司来 专门负责给他化妆 当程先生的脸上 出现不好的颜色时 小魏姑娘便会为他 及时地进行调整 有的时候 他出门谈比较大的合作时 小魏姑娘还会特地 用凡事灵膏 把他的额头抹得发亮 他说这样 会给程先生招来好的运气 果真 程先生的运气开始好转 他后来的生意 做得非常顺利 订单接个不停 去工厂谈合作 也非常愉快顺利 多年来 小魏姑娘的化妆术 不仅为他招来了许多好运气 还帮他躲过了许多陷阱和雷区 小魏姑娘说 只要他在 一定会让程先生 以最好的状态 最好的气场外出 吸引好的运气 程先生非常感谢小魏姑娘 认为小魏姑娘 对他的帮助很大 小魏姑娘很了不起 程先生也让人佩服 他知人善认 善于抓住机会 并且 他竟为外在的力量和运势 懂得及时地调整运势 所以 如今 他成为了人生的赢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